中共新型核潜舰今天惊船在台湾海峡出没 根据募集的澎湖渔民说法 清晨五点多在海峡中线附近捕捞小馆时 突然发现一艘中国潜舰浮上水面 随后又有其他军舰赶来护航 接着潜舰便一路以浮航方式北上 而这不寻常的上浮举动 也让外界相当好奇背后原因 有人猜测潜舰是发生故障出问题 也有人认为是中共在演练航渡潜水区域 还有人说是为了避免被搜集升纹才刻意上浮 地图究竟是什么国防部今天并没有对外证实 潜舰浮航主要会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是机械问题 那第二个是海底地形改变 那他可能就是考虑到避免搁浅 所以采取浮航的方式 那第三个就是刻意的展现武力 很可能是为了航行安全起舰 那顺便展现一下武力 主要理由是这几天 美国军方包括PAPARO 印太司令都表示可以痛击解放军 共军在趁着这个潜舰回原厂保养的时候 顺便就是修一下这个小肌肉 机械故障的可能性我觉得相对是低的 它的位置倒是比较有趣 过去的五年间 有中共潜舰在台海被目击到四次 这一次跟去年的被目击到了潜舰 出现的经纬度几乎一模一样 都是在东京118北纬24度左右 那就反映出这条航线可能就是中国的潜舰 连通北海跟南海的主要的通道 中国潜舰突然浮出水面 背后原因目前各界看法不一 至于线中潜舰的型号同样也引发大众关注 根据照片研判 外界认为最有可能的就是094型或是096型 国防院学者则进一步分析 中共核潜舰的打击能力主要就是建制美国本土 虽然不是针对台湾而来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中国的被公开认证的核战略潜舰 目前大概有五艘到六艘左右 那主要是东九四家族 就是东九四跟东九四的改良型 至于东九六还没有被证实 从渔民提供的照片来看 应该是东九四的改良型 从这模糊的照片可以看出一些可能的判断依据 最重要是船尾垂直尾舵上面 有一个脱衣声纳的一个装置 这是东九四改良型的特征 它大概可以搭载12枚的巨浪前射飞弹 可以从台湾东部的海域 威胁到美国本土监控 巴士海峡就变成台湾本身安全跟美国本土安全 可以接连起来的一个共同的利益了 除了中共核潜舰出没之外 国防部今天也公布 截至清晨总共争获20架共机 7艘共舰 以三面包夹方式侵扰我国外海和空域 而这样的扰台模式 也被认为和过去锁定西南空域为主 以及在逾越中线后随即折返的样态有所不同 以前中共的飞机是折返跑比较多 就是在西南空域跟西北空域 西南空域的下面是深水跟澎湖的潜水 这个交界处 那也是巴士海峡就是它的潜舰的水下周廊 进入台湾东部的一个重要空道 所以它先把飞机跟反潜机在这边练练兵 那接着第二阶段就在台湾西北空域 也开始出现它的军机折返跑 第三阶段就开始准备要绕岛跑了 一个是从北方的宫谷海峡这里进来 接着就是从西南空域这里进来到东部折返跑 变成一个像螃蟹夹子两边夹起来 接着它就会全方位的绕岛跑圈圈 这四个阶段就象征它在练兵 也就是让它的相关的空军部队 熟悉这种远洋海上的飞行 中共在练兵国军也借机练兵 也就是它飞机跑来跑去的时候 都给我们的防空雷达 很好的一个训练机会 也给我们的防空飞战部队 很好的一个观测机会 面对中共军事威胁 下个月登场的汉光演习 却传出将取消红军假想敌 取而代之的是透过防征战场 让守备方蓝军执行各项演练 然而这样的做法 是否适当也引来各界质疑 探光演习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图上 第二阶段是电脑 可能红军的模拟在图上兵推 跟电脑兵推就做过了 那第三阶段才是士兵 就是来验证防守军 在地面上进行机动拦截的效能 演习的样态不同 未必都会有假想敌 比如说美军的很多演习 例如说在印太区域的勇敢之盾 等等的 或是肩并肩 也都没有说扮演红军的角色 而是对于一个想定的区域发射 活力 导入VR科技跟AR科技 这也是其他国家的一个趋势 中共一举一动牵动台海情势 引发我国和友邦的高度关注 随着众所瞩目的环太平洋军演 即将在这个月底登场 解放军的各类活动 可以预见将会继续增加 以上是记者陈一军采访报道